难道没有一个人让你觉得很特别吗 特别 林阳 那个跟你相亲的榨菜王子啊 他哪里特别啊 特别 什么福的布 特别蠢 来 再尝尝这个 香菜的 我实在是吃不下了 是不是因为我做的不好吃啊 我再去做 别别别 这已经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猪蹄了 那 那你这还没吃完啊 不是 这不同口味的猪蹄 这已经是第六个了 好 我最后 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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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 你听我说啊 咱们这么想 你想啊 这个谢博士啊 他吃榨菜都能满足 那你做猪蹄他肯定觉得好吃啊 是不是 不行 我不仅要让他觉得我这个猪蹄好吃 我还让他吃过我做的猪蹄以后 就不想再吃那些什么素食食品了 怎么就素食食品了呢 我也觉得你家那个榨菜挺好吃的 你不会是喜欢上人家了吧 你没事吧 我看上他 我俩一共就见过两次 我怎么会看上他呢 那你大半夜不睡觉 给人做卤主题啊 我 我那是胜负欲好吗 那以前别的女生纠缠你的时候 我怎么没见到这种胜负欲啊 那还不是因为我妈 我爸 他们喜欢他 而且我现在餐厅也关了 我不得从我爸妈那儿 周转点什么资金啊 好吧好吧 怎么说都有理由 什么叫我有理由啊 他那个人跟正常人的脑回路都不一样 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他呢 喂 雨菲 那个 一起吃个饭吧 现在吗 哦 我要跟学长一起去吃饭 下次再约时间吧 喂喂喂 我我 挂我电话 还跟什么学长吃饭 我 学 学长 学长 我 跟学长吃饭 我 跟什么学长 我 我给你看一下这个研究数据 骚扰先生 我们不拟做 哦 我认识 你等会帮我拿一张 这位是 凌阳 对对 凌阳 这是我学长 生物学的第一名 他是我的学习对象 陈墨 对象 你好 所以你就是主任给雨菲介绍的那位朋友 幸会 是的 林阳之前也请我吃过榨菜 凌先生 我每天都会随身为雨菲带着榨菜 以后就不劳烦凌先生了 你都不嫌麻烦 我也不嫌麻烦 不麻烦 雨菲 刚刚那个数据我想到了 其实可以这样 你看 哦 果真 然后我们再 研究数据 说了你也不懂 嗯 这样啊 我都没想到 果然还是学长厉害 服务员 点菜 我去都可以 这样 这样就对了 要一个 蒸羊糕 蒸熊掌 蒸鹿眼 烧花鸭 烧厨 烧雏鸡 烧子鹅 卤猪 卤鸭 酱鸡 腊肉 松花 小肚 酱肉 香肠 清蒸八宝猪 这些都不要 要一个麻辣猪饺 一个鱿鱼 一个酱大骨 好的 先生 先生 请结下账 让我买的 还算你有眼光啊 有人吃霸王餐 我吃了 满 顾鸭 我吃了 我吃了 你吃了